最近因为黄紫娇持有未成年不雅 偏让民众关注儿少性贫议题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民进党似乎也是不断的 想要对舆论的风向来做掌握 可是对贩卖不雅影片的网站 却到昨天才终于封网 好了 徐晓星就爆料说 这一位过去曾经是林志坚的秘书 现在是民进党新竹党部主委 新竹市议员的陈建民 在一场的公开活动当中 似乎是涉嫌对艺人张涵雅 有不当的一个肢体的接触 好 徐晓星怎么说呢 他说完全是不管这个歌手 试图要抗拒 而柯建民跟苏嘉权当天都出席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不过事后歌手张涵雅 他则是说 其实陈建民议员跟他先生是同事 也是好朋友 因为背对台下才被误会 他当下的感受并无不妥 这个陈建民也出来说 其实当天 是因为讨论和尚的歌曲 可是没有什么意图的骚扰 或者是强吻 但是本人久后失态 在此之上万分的惬意 民进党也说 会启动性评的调查 不过徐晓星也说 当事人的先生也是一个议员 能怎么说呢 谁敢得罪党呢 这起事件到底有没有涉及 me too还有争议 但是这两天绿营不断地去攻击 另外一个失言的网红统神 如果说对一个实况主 蓝营的奖师用这么高的标准来检视 怎么自家人的争议 现在绿营上下好像都不吭声呢 李文 对民进党来讲 所谓的这个女性主义 两性平权 一向都是自助参马 对他们在政治上面有利的时候 尤其牵涉到的是 跟政敌有关的 就大肆渲染 无限上纲 那如果是跟自己人呢 就假装没看见啊 所以这一项就是民进党的双标 那让大家认为 所有的价值 对民进党来讲都是相对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个价值 而是把这个东西 作为政治操作的工具而已 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哇就高喊最高的价值 好像是圣人一样 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什么狗屁倒灶 贪污腐败的事情 他通通都可以视而不见一概容忍啊 那我觉得今天戒酒装风 酒后失态 这个绝对不会是一次两次 一定是习惯成自然 那所以呢 他是市议员啊 全场都很尴尬 结果他不尴尬 他做的事情让大家都尴尬 问题是他自己不觉得尴尬 你在旁边看的人都觉得尴尬了 那是谁在纵容他 那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 大家都应该要更有道德勇气 勇于去制止这样的人 而不让他因为这样而嚣张 然后每一次就说 我好醉了没事啊 不好意思啦 这样子就可以梦混过去吗 那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然后他的老公是议员 那有更多的弱势的女子呢 助理呢 记者呢 所以像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是绿色 就可以容忍 就可以帮他想一切的借口跟理由 就可以八千块租房子 不回家欺骗选民都没有关系 在外面怎么样碾花惹草都OK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整个败坏了台湾的风气 台湾的善良风俗 过去我们认为政治人物 应该要诚实 不可以说谎 现在民进党的人 还是个法学学者呢 还敢大拉拉出来说 我们有说谎的权利 不然你是要怎么办 那如果当这些所有的道德跟价值 全部都崩塌崩毁 那所有大家都学啊 敢凹的就是王道啊 敢无理取闹的就是王道 所以才会有富人在坐车的时候说 不然我民进党的东西 我一个人要坐三个位 不然你是怎么办 怎么可能台湾发生如此荒谬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一直纵容这一群人 如此的无理蛮横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要有一个 洗敌人心的运动啊 像刚刚蔡政元讲的 就是要叫 人在洗敌的方向不是那个方向 你不要曲解 更需要洗敌 就是民进党的侧翼支持者们 还有民进党的政客们 要好好的自己洗敌一下 不过呢 讲到这个洗敌心灵啊 那么哪些人是心灵很纯正 会进入到赖清德的内阁呢 昨天赖清德公布了 他的这个内阁的名单 但就被发现到说 里面怎么没有林佳龙跟郑文灿呢 林佳龙后来说 他会接外交部长 但是郑国会的中常委 陈茂松还是炮松炮轰 这个主动他也说 你不要吃得太凶啦 民众期盼520之后开创新局嘛 但是怎么好像这个内阁名单 还没有开完呢 已经内部咬成了一团了吗 史老师怎么看 当然你如果是阿扁的时候 先讲那个时候是搞不清状况 所以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第一波进去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啦 OK 但是现在已经小英已经 他们过去八年 然后小英八年 他们都知道说 第一波一定是就是要的这些人啦 不过新查了已经等很久了 那当老二则学嘛 好不容易已经选上总统了 所以呢 这些一定是他自己人先排啦 不讲说卫福部就是自己人留下来嘛 那正分身应该会扶正啦 好然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内政部应该 现在已经出来就老四号嘛 老四号你看选立委的时候 不是说身体不好吗 然后入阁就身体很好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落跑嘛 好一个是这样子保留在一起的 好那当然是农业部啦 会给庄瑞雄 谢长婷的人吗 或广义的小英的 好等等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 就是说 应该至少要有一个部会 让他们可以安插自己的人啦 也就是说政国会里面的这些人啦 好 林佳龙外交部 当然问题是林佳龙 他适合做 你也知道 这不能说一定要念国关外交的 才可以当外交部长 话又说回来啦 OK 因为那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他要有一个部会 有钱可以让他用嘛 那过去 不管是交通部也好 或者是这个内政部算是大部会嘛 所以我们想像是好像这种 他大概都NOS的样子啦 多心潮流 好对啊 所以他一定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看到林佳龙好了 林佳龙当然他过去也在 这个他拿到博士也在东京 待过一阵子两年 一两年嘛 对在联合国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怎么样 然后他也一直好像也讲说 他也懂得比较 台湾的民主化以外呢 他对于国关好像外交也很懂的一样 台湾智库就是在轰托他嘛 这样子啊 但是你要加他就是在乌在那 我是觉得 因为现在国防外交两岸 除了继续小英的这个外包以外呢 很多东西现在是就是 是萧美琴现在来就地看管啊 你林佳龙去能讲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讲 其实你能讲说 人家这个萧美琴有国务院 然后呢 吴昭燮有五角大厦 你林佳龙就没有嘛 坦白讲他是没有那个县 他去那边干什么 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说 他要去选要有战功啦 OK 那他上一次在选新北市的时候 你知道林佳龙好像就是说 小英至少会用失败者嘛 失败者比较好用嘛 那这个苏贞他也选过台北市嘛 他那次新北市好像没有那么用力啦 所以这次说你就出来选台北市啦 那虽然台北市的时候也许有机会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林佳龙 这个是新潮流不信任他啦 因为他过去要交新潮流 新潮流好像也不是那么 觉得认为他会不听话嘛 而且他有博士的 新潮流不会用博士的这样的人啦 你是到拍替讨啦 拍庚比亚啦 顶多就是去那个硕士 像那个林菲婉一样 那个一年那问题要倒一回来 就是这个样子啦 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